好另外再看到新城乡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一次定期大会开议 由新城乡长和李台进行市政报告 未来将已结合地方优秀人才共同参与乡镇发展 产学观光食物连结等市政重点 在共同努力下让新城乡得以快速发展成为最幸福的城市 新城乡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一次定期大会十六号正式展开 新城乡民代表会主席陈修林表示 第二十二届第一次定期会首次的会议 希望所会能够秉持着和谐的气氛 共同来为乡镇工作来努力 本位仍秉持对乡镇建设 社会福利 族群融合 国化殷葬用地 推动观光 农营业发展 环境保育等等永续议题 全方会持续建筑工所的乡镇已推动 尤其是随着现在疫情的解封 世界各国国门陆续的来开启 及政府现在全民后普发现金 这是无限的商机 秀林期望工所农光客能够做好观光的宣打 让本乡之特色能够达到最良好的推广 这才是我们目前当务之急 让我们共同来为全体乡亲努力 紧接着就是新城乡长和立台进行实践报告 并且以结合地方优秀人才 共同参与乡镇发展 产学观光实物连结 智慧创新观光发展 奖励学生适性发展 照顾学子立志向学 拓展国际合作交流 活络深化全球连结 筹备弱势照顾资源 建立良善社福制度 在共同努力下让新城乡得以快速发展 成为最幸福的城市 本所将秉持严谨的态度 严议各位代表的建点 在所谓和谐不幸的基础之下 努力建设新城乡 祝福了打造友好幸福的城市 以台同身基层服务已30年31年 深切感受建设乃是百年大地 没有速成的捷径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也是一步一脚印 永续深耕的历史 以此 以台个人未来将朝几个方向来推动乡镇 一 结合地方的优秀的人才 共同参与乡镇的发展 二 产邪官方实务连结 智慧创新官方发展 三 奖励邪生适性的发展 照顾学主立志向学 四 推广国际合作的交流 薄落实风化前期连结 五 筹备弱势照顾之言 建立良善的社会制度 未来 新城乡将延续 幸福新城的优扬施政成果 在由观光社会 以及建设三个方面 面下我们来触发 发挥县乡合作幸福新城的最大功能 并而县政府持续在智慧城市 永信花人 施政电影上努力 进行的各位代表武士先生 继续连异公所的协助及指导 最后祝顺心安刚 万事主义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感谢 谢谢 现在相当合理台 感谢全体代表同论们 并且表示恭贺 各位代表们 历经乡亲民意的肯定 进入本乡民意机关 胜负乡亲的托付 监督公所实证方向 在所谓和谐互信基础之下 努力建设新城乡 逐步打造成为友善幸福的城市 记得敬虹义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